自己做一个频道记录我们的生活 让港澳台或者是这边的朋友 互相的了解一下 让我们澳门人在这边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叫燕 我叫吴曹辉 我是澳门人 我在读大学以前都没有离开过澳门 现在在上海的一个外资企业工作 现在是在上海主题乐园做娱乐演出的工作 我们就在想自己做一个频道 让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知道 我们澳门人是怎么在这边生活的 或者是让我们澳门的朋友也知道 我们现在生活是怎么样 有一些什么差异我们怎么去克服 也算是记录我们的生活 第一支影片是跟疫情相关的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港澳或者是在国外 对于这边甚至是武汉就会有比较多的误解 他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想拍一些不同的东西 让他们知道现在真实的上海街头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中国买了100多元 买了生果和菜和食物 现在去买晚餐回家吃 现在目前主要就是我老公SKY 他就会做主要的拍摄跟剪辑 然后中间呢我也会给到一些思维啊 然后大家去风发一些火花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后面在拍跟剪辑的时候呢都会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拍Vlog的话基本上现在风围有几个板块 主要就是记录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有旅行啊日常啊然后一些探店 也会有一些别的尝试 比如说有我们家两只猫女儿的一些记录啊 还有韩唱的视频因为这也是我的兴趣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特别想说要到这边 但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家人朋友也都表示支持 当然也会有一些疑问 会觉得你们来上海可能生活水平 会不会跟在澳门的时候不一样啊 因为毕竟身边的圈子里真的 几乎是没有人来到这边工作 虽然说是北上广大 一线的城市也是非常少有澳门的人出来工作这样 现在发展就是真的挺好的也没有以前自己在澳门想象中的那样 就是比如说电子支付啊手机钱包打车外卖等等都是非常发达 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方便 这样子反而我们习惯了这边的步调之后回去就会反而不习惯 我现在住浦东新区嘛 我之前有查过一个资料就是浦东机场的大小比澳门也要大 以前上班我每天只需要用到20分钟 但是在这里你要坐公交坐地铁 可能要花到一个小时 这种是你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 现在就对都能体验到了 现在我们去坐高铁也可以刷机的 所以也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迹象 然后以前我们工作还要做工作签证 前两年吧 党澳台的人现在不用做工作签证了 所以现在会有方便很多 以前就每一年都要去更新一项签证就挺烦的 因为我来了这边都快五年了嘛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年都会在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方便 真的是可以认真的深度地去探索一下 希望澳门的朋友们可以多来这边走走